我是1977年的蛇 我现在血流不止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我看看啊 你现在还在流血是吧 对 你现在不要再 不要再直接讲了 你是不是妇科啊 我是血液病 血液病那个引起的血小胆病 我上个月就 就那个妇科初选去查过 妇科没问题 现在最主要好像还是说 是血小板低的原因 我搞不太清楚 你血凝度太低了 是的 你现在只要 要补两个地方 一个是补肝 嗯 还有一个 你要多吃一点胆固醇 稍微有点胆固醇 有点营养的东西 你赶快多吃点 就鸡蛋鸡蛋 嗯 每天吃两个 哦 好吗 嗯 师父我身上是不是有什么灵性啊 我看看啊 七七年属什么的 七七年属蛇的 嗯 七七年属蛇的 啊 有灵性哦 嗯 嗯 啊 师父我已经 我记得 你小时候 嗯 你小时候闯过一次祸 差点 差点连命都没有 嗯 听得懂吗 因为你这个人 本来人家天上就要把你带回去的 哦 你是天上 天上淘下来的 嗯 所以你要特别当心啊 你的感情运特别当心啊 嗯 所以师父刚刚说你妇科里边出学 我现在告诉你 你 我告诉你 你现在 嗯 我是帮你现在加持了一下 你应该很快就不出学了 但是问题 嗯 你要赶紧从两方面来着手 第一 你要放生一千五百条鱼 嗯 嗯 第二 你要每天念大悲众 要四十九遍 嗯 嗯 听得懂吗 我天天念的时候 啊 第三 师父我天天念 你天天念不是保留起来啊 要马上要用掉的呀 嗯 就是马上要用我今天念四十九遍 请菩萨保佑我 不要不要出学 还让我身体好 你要 这个要用掉的呀 嗯 明白了吗 嗯 嗯 师父我是不是每天除了念这个四十九遍大悲众 我另外自己还要再念四十九遍大悲众功课 用不着了 就这个 就这个不要功课了 就这个 这个直接去补 先补偿你的身体吧 除菩萨保佑你身体吧 还有心经啊 要念二十七遍以上 我念四十九遍的 哎 礼佛 念几遍 礼佛我念五遍每天 可以 可以 嗯 师父那我还需要多少 你主要是人太虚啊 我可以告诉你啊 你人太虚啊 你现在 我看你有一个眼眶都是黑的 嗯 是的 我眼睛也不好 嗯 我已经吃全素了 对你 师父我现在已经发现 吃全素了 发愿是吃了多少时间了啦 师父我一直都是从新加坡败食回来 我基本上都是吃全素 但是我不敢发愿 我 那没用的 那没用的 刚刚发愿 我现在已经发愿了 你不发愿没用的 不发愿就相当于 你喜欢吃素 听得懂吧 嗯 师父我已经发愿了 嗯 刚刚发有什么用了 那你说 你说你说我已经把 我已经把 我已经把种子种到土 土壤里了 他要等到明年才开花呢 嗯 哦 师父 感谢你 感谢你 你自己要好好的 那我先 每天要求观世音部杂 说谢谢您 请观世音部杂先慈悲 让我身体好 我一定会怎么样 一定会 就跟观世音部杂天天发誓啊 嗯 说的 天天说的 好吧 师父 我还需要念多少张小房子呢 还要念 一共要念210张 哦 好的 师父 我已经发愿 今年年初做了一个噩梦 我梦里面更要清楚 说念一千张小房子 我现在已经发愿 已经快完成了 这个是不是我另外 对 赶快给他念掉 念掉之后再念200张 哦 哦 好吗 好的 好的 师父 我需要有时间限制吗 要跟他们说吗 要跟菩萨妈妈说吗 嗯 嗯 应该没有 因为说了时间 反而他们盯起来厉害 嗯 但是你尽自己的力量 早点念掉 身体会好起来的 感谢师父 你记住了 你这辈子就是 这辈子就是 来还上辈子 你欠的感情债 哦 听得懂了吗 所以你的复刻一直不会好的 所以你自己只有 好好的忏悔之后 才会好起来 嗯 听得懂了吗 好的 师父 那我还是复刻的毛病学业 对 问题没有 我看你出学的话 跟你长了一颗小东西 有关系 哦 子宫里面长了一颗小东西 嗯 哦 那师父 我需要去医院检查吗 我不想去医院 我害怕的 你要是不想到医院检查嘛 你就 自己学会啦 学会就是说 第一要好好念经 第二许大院 啊 第三嘛 就是要放生 第四嘛 就是自己要弄了干净一点 脑子不要不干净 身体不要不干净 听得懂了吗 嗯 如果你像你现在这种病 你要是身体再不干净的话 你肯定要处事的呀 嗯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师父 啊 其他没什么 师父 那我 师父 我现在查出来的是 我有一个叫什么 抗瘾脂综合症的这个问题 引起血小感特别的低 那师父 我血液到底是 干呀 你的干不好呀 哦 那我需要怎么治干呢 你吃护肝瘾啊 保肝的那种药啊 就是保护肝的那些 有些东西 嗯 它没有副作用的 它只是一种 像健康 健康品 这种东西 护肝的啊 这种东西 你要吃 第二呢 自己呢 要多睡觉 晚上不要睡得太晚 因为肝脏啊 这个晚上睡得太晚 对肝脏不好 嗯 明白了吧 还有我们自己 不要着急 哎呀 我脑子里不要想了 哎呀 我以后要结婚了 我要怎么样了 这种东西少想 嗯 师父 因为我血小板低的原因 所以医生 一直在让我吃激素 这个激素 我吃了梦油 一点都没有用处 但是现在这个激素 又好像很难断掉 一断掉 血小板就低 然后就 血就流 得很厉害 嗯 你去 你这样好吧 你去找个中医啊 找个中医看一下 让他给你 嗯 给你吃几位药 调理一下 大概调理一个月之后 你就吃中程药 血小板就控制住了 你大概 你这个病药是控制住 你还有一个半月到两个月 有个机会 能够控制住 嗯 师父跟你讲到这里了 你应该自己都明白了 像你们这些人 上辈子们都是欺负女人的人了 啊 所以现在有很多男人 全部都在欺负女人 等到下辈子们再做女人 再来吃苦呀 就是这样 嗯 明白了吗 是的 师父 明白了 这个东西 人间就是这个情来情去 搞不清楚 啊 师父 你帮我看看 我骨头有没有问题啊 因为我最近 一个脚好像又不止动了 你就是因为学校班减少之后 血脉 人重不合 嗯 我看你这个 我看你啊 你等等 我看啊 哦 你也是个右腿耶 右腿不好 嗯 嗯 左腿 嗯 左腿是不好 等等啊 哦 哦 关节 关节里面不好 血到不了里面 哎呦 发硬 嗯 发硬啊 一动就痛 嗯 对的 啊 泡脚啊 赶快泡脚啊 哦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再喝点大杯水的 嗯 每天喝的 然后还要念经 好吧 因为你这个 你因为你这个关节 骨头不好 跟你吃的激素有关系 它会影响到你的 钙质流失啊 嗯 是的 是的 我告诉你 师父都看得出来的 嗯 好吧 我知道师父 所以你要 所以你要 要 可能药片到一定时候 要减量了 嗯 激素这个东西 吃下去 人会慢慢变洒掉的 嗯 是的 师父 嗯 好吧 这个激素是一种 一种 用现在讲 人家叫 像一种 酵素一样的 嗯 嗯 它是转换人体一种 讲的不好听 是转换人体一种 基因啊 来抵抗一些 不知道的病因 那那那那 那你这个东西 太危险了吧 这个东西吃下去了 嗯 明白了吧 师父 我现在找了一个中医 他现在在帮我 减激素 师父 我光看这个中医 但是他那个中医 有的时候 他里面会有一点 有些动物性的药 没关系的 没关系的 嗯 这个中医 我现在帮你看到了 嗯 蛮好的 嗯 是一个男的 是吗 是个男的 对的 对的 老头子 嗯 嗯 蛮好的 这个中医 能救你的 他 他这个中医 他血液病 有点专业的 他比较 对的 他比较喜欢 治人家白细胞 我看到他 嗯 他治人家白细胞 嗯 嗯 嗯 你就跟他讲好了 白雪球 白细胞 他是最擅长的 嗯 对的 对的 嗯 好吧 好了 好了好了 好了 不能再讲了 谢谢 谢谢 再见 要有信心 要有信心 嗯 嗯 一定会 好好的红发 对人的 幸福 再见 啊 再见 对人家白细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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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人家白细胞